那另外还有一个明星 当然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网球女单的一姐郑清文 说实话在这个项目 这个向来都是白种人的天下了 所以郑清文这次不得了 直落二你看到 他打掉了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那这次呢晋级了这个奥运女单决赛 这是大陆史上为止最好的一个成绩 不可思议 然后呢这个郑清文在赛后访问他说什么 他说我真的很累 为什么很累 比赛前他刚刚经过连续两场 各超过三个小时的苦战 所以连续打到现在没有停过 你知道他说我真的很累 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讲 需要我立刻上场为国家再打一场三小时 我还是愿意 他说如果我心中没有国家的话 这场我不会赢 不是为自己打的 是为国家打的 那被他打输的这位波兰的球后 在赛后崩溃痛哭 完全掩饰不住 他连跟主审裁判去握手 他都不想握 连握手都没有 经过受访区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 我搞砸了 我搞砸了 还有之前那位美国选手 被他打败 也是非常的愤怒 他直接跟这个郑清文讲 说我瞧不起你 有没有 中国选手说实话 在这种以白种人为主的赛场上 长下的待遇都还是蛮艰苦的 季大使怎么看 从这个樊振东到这个郑清文 我想那个樊振东正好我看了 这场球三 他非常非常惊叹 戏剧化对不对 非常惊叹 而且他那个在所谓的那个 breaking point 最后的这个这个姿势 对 他那个breaking point 是打到七次八次 因为你十比九对不对 那你就说 你要再继续赢的话 那个就breaking point 他常常就breaking point 我记得拖到七个breaking point 所以这场球赛是完全是什么 意志力的较量 而且他们双方很奇怪 在开始打每一局刚开始 孙速很快就拉开 一下就不是说0比5 然后呢 很奇怪 落后一方他就可以拉回来 慢慢拉回来 最后打到9比5 然后呢就变成9比8 然后呢 9比9 然后10比9 然后就这个breaking point 所以这场球赛是一个 非常精彩的球赛 而且我也很奇怪 这是少数 少数就是说 没有台湾球员 可是有大陆球员在里面的转播 我们现在我们国内 有人在抱怨 什么台湾的 没有看到多少奥运的比赛 我们现场转播很有限的 那政府就是说补贴了这个是公式 我们只转播我们自己的选手 对啊 可是张本智和跟这个 跟这个谁呢 跟这个樊正东这场居然转播了 全程转播 那就是我认为了赖清德政府认为张本智和会赢 所以呢要张本智和来羞辱一下中国大陆 这场樊正东不看好 对大家都不看好他 所以呢这是很奇怪的 这里面有政治我们现在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有这个 议论出来 网络我们不管电视上很奇怪 我们电视拿到转播权以后我们大部分看不到奥运的比赛 很奇怪很少只有我们自己的球员那别人都不看吗 对不对 可是呢没有台湾球员 可是呢有这个 竟然有这一场 就是预料中国可能会输的比赛 而且是输给张本 输给日本选手 所以全程转播 而是非常精彩 事实上这个里面 事实上反正东我的感觉 他是一直在怎么了 落后的局势比较多 然后他是反败为胜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 这完全是个斗智跟意志力 斗智跟意志力 非常精彩的一场球 所有选手 其实像这种金牌选手 我觉得除了这个苦练啊 技术啊天赋之外 这个心理素质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反正东是这样 你看到他前面这个一路落后 但他最后讲他为什么会赢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输 不管怎样 最后一球我都要想办法 他这个心理素质强大到 完全不受前面落后的影响 那我觉得郑清文也是啊 你看到这个郑清文 包括这个宇飞啊等等 之前讲啊 这个中国的选手在巴黎 真的啦 你常常你不要说什么要减不要减 常在这个走道上 王楚清不是吗 诉求之后走道上 还有个女剧者去撞他 等等之类的 你说有意还是无意 是不小心的撞到还是怎样 你也很难讲 但就是会造成你不舒服 那郑清文也是 网球这个项目 大概向来是百人的天下 所以你看到郑清文啊 在这个比赛上啊这个西方的选手 说实话好像跟他来讲 没有什么君子风不风度的问题 就直接边他有没有 不尊重你 我不喜欢你等等 然后你看到输掉的这个反应 所以他也真的很不容易啊 不容易 我觉得他今天他可能 他这次稳 他已经打决赛了嘛 明天下午六点 是 他要跟那个克罗埃斯亚的 那个女球手要争夺金牌 好紧张 这个争夺金牌 那其实郑清文 他我觉得郑清文的时代 网球时代快要到零了 他事实上一直在 他从2022、2023这样子 2024走上来 他进步的很快 他现在年纪也比较轻嘛 他事实上的话 条件非常好 178公分 然后他也不会太胖 所以他反应很快 个头也够 然后呢 他今年 这个拿了两个好成绩 去年拿了 去年是这个 在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里面 他已经进入了八强 今年 在澳洲网球公开赛里面 他已经打到了亚军了 所以呢 然后去年在这个杭州亚运里面 他是金牌 女单的金牌 所以他已经是亚洲的一节 他不是中国的一节 所以 在接下来 变成这个澳洲网球公开赛 这世界上有几个大的 法网 澳网 美网 这都是网球里面 顶尖的几个大赛事 他已经在这个大赛事里 去拿到亚军了 所以今天他打奥运 这全部都是 女网界的 单打界的 顶尖好手全部在这里面 那他已经打到冠亚军了 这个我觉得以网球 职业女网球选手的这个发展来讲 我认为他的时代已经到了 那他明天 他事实上的话 他得到冠军的机会 也不小 我看到他前面三场 他事实上 他说 他打这一场的时候 他事实上他很辛苦 因为他前两场 一天一场 他都是2比1赢的 然后呢 比数都是6比7 7比6 6比7 这样子 非常接近的比数 所以是打得非常辛苦 可是他 就昨天赢这个 这个波兰的选手 他是直落2 直落2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越打越好 那所以他的这个 他这个成绩看起来是 即使在奥运这次 越打越好 所以我认为他明天 夺冠机会很大 现在这个郑清文他的这个波兰球后的崩溃痛哭啊 你看到昨天这个我们在 那就是心理素质不够啊 我们在节目当中 你看到曾有讲嘛 这个人种的问题 比方说像游泳项目啊 像网球项目啊 过去中国大陆对比较不讨好吗 我是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人种的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全部都已经把它怎么样 把它这种神话都破解了 那接下来我觉得中国的运动也好 在这种需要力的部分 就需要力量的部分 现在都赶上来了 比如说啦 这个昨天这个男子挖自由室100公尺 对 这个是需要肌肉的力量 那你徒有技巧徒有苦练不行 那这个网球赛也是要有肌肉的力量 身体的强度的 那这个跟乒乓球不一样 乒乓球你不要满身肌肉 可是你要灵巧跟那个反应 我觉得中国的运动员 现在灵巧跟反应 我们中国人亚洲人 绝对是优于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动作 绝对不如东方人好 我们这个看了很多 可是呢 你在过去需要积耐力 积强度 积的爆发力的时候 中国人是比较差的 亚洲人都比较差 可是现在赶上来了 对 这个比赛当中 这个除了这个个人的这个技巧啊 心理素质之外 当然还有整体的游戏规则 这个部分稍后我们也要有一些 一些报道 那当然这次我们看到樊振东 之前比赛不看好 那更不要说郑清文了 这两个都让大家 特别是郑清文 有点这个暴冷的感觉 所以这个大陆这个网民 真的是high翻了 今天这两位大明星 樊振东 还有这个郑清文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 给新闻 给新闻 进行资料 制作为新闻 因此 都没有 要求你 好 最好 我们 请进行资料